國際間的極端天候頻傳 來看到這強烈風暴 襲擊了加拿大東部省份 包括安大略省還有魁北克省 兩地至少四人上升 還有九十萬戶停電 但是居民從高處往下拍 這是一張巨大的蹦蹦床 被狂風吹過好幾條大馬路 那建築工地揚起大片的封城 當局說這場春季風暴 威力已經相當於龍捲風 有樹木被連根拔起 交通大亂 甚至有一名老夫人遭到雷擊喪命 雷擊喪命